我再不找她 她又和她前女友好上了 她又和她前女友好上了 又和她前女友好上了 对啊 不幸等她来的时候 你自己问她 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分手呢 因为老四伙的前女友好上了 老四哪有的事 去年我们有分手过一段时间 然后我有点后悔 我想找她再复合 就约她跨年夜出来 她就告诉我她再加班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 她微信上有一个女生的声音 来跟我示威 示威 就我听那个声音是前女友的声音 然后说我已经和她在一起了 你不要再来纠缠她 这个事是一年前 而且是我们分手的状态下 关键是我跟她解释过 她也说了以后不再计较这件事 我们才复合的 我们并不是因为这个分手的 所以你们分手是有其他的原因吗 对啊 她疑心病太重了 我每次出去 她都要我拍照打卡 每次就要我拉上同事朋友一起 按照她指定的姿势 她指定的姿势 你要是没事怕我查啥呀 多急胖真的跟个傻子一样 为什么会和男同事一起比心 你要是没有什么事你怕我查吗 你知道就是有一次我看她的手机 就是明明有一个女生的头像在跟她聊天 结果我再去看的时候已经没有聊天记录了 你是会经常查男生的手机 对啊 我经常回到家手机往那一放 一转眼手机就在她的手里 我都怀疑这手机是我的还是她的 你连这点安全感都给不到我吗 你是不知道 每次她只要看到我跟有异性朋友聊天 她都要一问再问 我还不如自己消消毒呢 自己消毒 对啊 我跟她的每次交流就跟交代一样 她不学FDI真是可惜了 啥意思 我闲得没事天天就查你这些屁事吗 不是吗 我很闲吗你觉得 不是吗 我跟她在一块 真的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 所有事都要以她为中心 有一点的不满意不答应 她都要说 我不爱她了 你现在变了 你变冷淡了 你变得不耐烦了 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凶吗 就你这种语气 我一直都这样 我这个人一直都这样 不是我变了 是你变了 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每次吵完 她都要说分手 关键分手之后 还要发一个朋友圈 发什么朋友圈 像什么 你爱上了一匹马 不要试图去追她 你一定追不上 你别细口 现在所有朋友都坐实了 我是渣男 如果你不去做那些事 我去查你干什么 我做了什么事 你真的不知道 这件事对我影响有多大 对你影响大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停停停 你们聊跑偏了吧 就是女生 你今天不是来求委托的吗 男生呢 就是你肯答应来 我相信你也是 想要好好去聊一聊嘛 现在就在这一直在吵 你们要不要单独相处 十分钟 再好好聊聊看 就认真真诚地聊一聊 你抱一下我吗 你抱一下我吗 我为什么要抱你 你就抱一下我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跟他谁好 如果你们愿意带给对方最后一次机会的话 请在五秒钟之内转身 五 四 三 二 一 男生转过身来吧 对女生说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合适 但是我有句话想告诉你 你是我遇到过最好的女孩 只是你不相信而已 对方 要将感随意划破脸漪 变恒你变着迷 别偷偷怀疑 这算不算爱情